YO 大家好 歡迎回到KINSON TOOBE的頻道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LEGO 就是這盒LEGO編號 43227 這盒LEGO是關於這七位壞人的標誌性物品 這裡寫了18架編號 還有1540件零件 這盒LEGO包括了四隻人仔 稍後都會再說 這盒LEGO後面有大小 19cm高 還有23cm闊 也不算太大 還有這盒LEGO一些隱藏的東西 稍後都會跟大家介紹 這裡有四位壞人的相片 我的盒大概就是這樣 說明書也沒什麼特別 所以現在就立刻拿LEGO出來看看 整盒LEGO都已經拿出來了 我覺得非常漂亮 非常好看 做一個擺設也是很好看的 現在就先由右邊開始介紹 這裡就是整盒反派的很ICONIC的物品 首先這裡由右邊開始介紹就是Sleeping Beauty 旁邊就是Beauty and the Beast 旁邊就是Mermaid的餅帶 這裡就是毒蘋果 也不用多作介紹 還有這個紅心女王 還有Peter Pan的陀錶 下面就是Aladdin的故事書 這盒LEGO我覺得是非常適合做擺設的 因為其實它也不算很省位 而且如果大家家裡有位 又看書的話 也可以做一個書架 就是放在這裡 大家的書館就會放在這裡 然後掛在櫃上面 非常好看的 這個Sleeping Beauty這本書的封面就是這樣 就有這個黑魔后的樣子 這裡就有Sleeping Beauty的名字 這盒LEGO所有人仔都是用一個很有趣的方法來收藏 這個黑魔後大家就是需要打開這個位置 就可以看到黑魔後在裡面 現在就順便來介紹這隻人仔 它的配件就是它這支金色的魔杖 上面還有一個綠色波波 它的帽子也是為了它而設的 在後面它又沒有第二塊臉 前面這塊臉就是一個很奸的笑容 也有這個藍色的粉底 化妝 還有這個紫色眼影 還有這個鮮紅的唇膏 整個人仔的配色都是黑色和紫色 所以你看到它這件圖也是非常特別的 它是one piece 它就是黑色在中間 然後兩邊都會有紫色在側面 這個是非常之好看的 另外就是它這件衣服 就是紫色在中間 然後有黑色在側面 它紫色都分了有幾款紫色 有深紫、粉紫和淺紫色 它後面就沒有什麼特別印刷 只是這個有一條紫色的線 和它的腰間的位置 只有紫色中間一條線 和側面兩邊都有一個紫色的腰 給大家看到 介紹完這隻人仔之後 就可以把它放進來 之後旁邊這一本就是 Beauty and the Beast 它這本書就沒有封面 大家就可以看到這本書的背面 是什麼都沒有的 之後這隻人仔就藏在這裡 打開它書的最底部就可以看到了 這隻人仔一會兒再說 看看這個位置 這裡全部都是貼紙 上面有一塊鏡 下面還有玫瑰花 中間當然寫了 Disney Beauty and the Beast 揭開之後就可以看到 玻璃瓶裡面的玫瑰花 下面還有一個橙色的心心 非常好看 這隻Beauty and the Beast的壞人 就是Gastin 她是當時逼Belle和她結婚的男士 她的頭髮扎起了一條小小的邊 前面的樣子是很奸 很有自信的笑容 而在後面是一個很害怕 很困滑的樣子 她的衣服是紅色和橙色的 中間還有一條腰帶 腰帶的中間也是橙色的 她的領帶也是橙色的 手套也是橙色的 其餘的部分全都是紅色的 她的褲子就是一條黑色的褲子 然後穿著一對啡色的鞋 這隻人仔就是這樣 現在就把它放進來 之後就來到這個餅帶 我覺得整盒LEGO這個餅帶是最好看的 因為她真的做得很像餅帶 在中間就寫了Disney The Little Mermaid 在旁邊還有Wuzo 在下面就寫了她的年份 1989年 她的餅帶的側面真的有透明部分 看到這邊多一點 這邊少一點 因為餅帶的運作就是 這邊的帶就會慢慢過去 在中間就會一直轉轉轉轉轉轉 我覺得真的非常像餅帶的部分 其實是在後面 在後面這個位置有兩個圓形 平時我摸餅帶的時候 都真的有這兩個位置 而且都是鬆鬆的 而且當你側面看它的時候 看到它真的有點凸起 非常好看 這盒餅帶最有型的地方就是這個位置 打開之後就可以看到這個Mermaid的故事 在這裡就有她一開始唱歌 然後有她的朋友 然後有腳 看到王子 然後最後就看到Wuzo 大家看完之後就可以把這個位置 蓋上去 這個餅帶非常好看 還有這個餅帶 這個Little Mermaid它的餅帶裡面 是沒有收買人仔的 所以也沒有這個Wuzo 因為之前LEGO都已經推出了 下一件物品要看的就是這個 毒蘋果 毒蘋果 大家都知道 一定是白樹公主 因為從小到大都聽到的 這一邊就是一個很普通的蘋果 在另一邊看就看到 毒蘋果 它就是用一些很鮮綠色的顏色來做出來 還看到一些毒液在流出來 非常之好看 這一塊葉也是可以大家移動一下它的位置 我非常之喜歡它的定 因為它定是用這個黑色的香腸來做出來 之後呢 它的人仔就藏在蘋果裡面 這個位置好可愛 因為你打開了蘋果之後 真的可以看到蘋果肉在這裡 另外這隻人仔就在這裡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老婆 就是這個 皇后 去 製造了自己的樣子 那現在呢 就是看一下這隻人仔 我覺得它是做得非常之好 那 它這件袍呢 我也是非常之少見的 那對上一次見呢 都是這個 MARVEL裡面 才能看到的 這一個呢 就是它的樣子 那它的樣子的printing 也是做得非常之好 那 它的眼睛都已經很尖 因為很大個眼圈 那之後呢 它的嘴呢 看到有些崩牙 那之後 滿面都是皺紋 那 在它的身體上面呢 兩邊呢 就是有它的頭髮 那就是 掉了出來的 那之後呢 就是這個 黑色的長袍 那上面呢 也有一點點深藍色的紋 那就是做一點一點的細節 那它後面的樣子呢 就是一個 不如我一個很害怕的 那樣子 那就是崩牙的 可以看到 那 放一頂帽子 就是這個樣子 那毛婆呢 其實還有一件配件 就是這個蘋果 那蘋果 那蘋果當然就是它的動蘋果 那這隻人仔呢 就介紹了 也可以放進去 那放進去 那放進去呢 那非常之簡單 那之後呢 就是來到這個 紅心女王 它的卡牌 那 紅心女王的人仔呢 也是沒有啦 那這個呢 就是因為之前推出了 那但是呢 我就不記得了 那些人仔放在那邊 所以呢 就不拿出來給大家看 那這裏呢 就是紅心女王 那跟平時的pepper一樣 都是兩邊不同的表情 那之後呢 就是前後兩邊呢 是一模一樣的 那也都見到 那就是紅心女王 那大概就是這樣 那後面呢 都是沒有什麼 那之後呢 就來到這個 Nego的底座 那就是這個 阿拉丁的一本書 那這裡呢 就有這個 衰人的樣子 那這個是它原本的樣子 那這個書的封面呢 也有它整個人的樣子 那只要打開它呢 就可以看到這隻人仔 那就是這個 邪惡版的 Genie 那就是Java 那就是這一位 變成Jenie之後的樣子 那看到它是長頭髮的 頭髮長過Jenie 那之後呢 就是整隻紅色的 那是沒有穿任何衣服的 那手上面呢 也有這個金色的手環 那這個也是一個故事很重要的道具 那之後呢 那這個就是它的樣子 那是非常之間的 那它的口也是少得非常之大 那就是 那就是 那對眼是黃色的 那大概就是這樣 那在最底這個位置呢 就還有它那個神燈 那之後呢 是可以看到呢 跟Jenie一樣 都是有它的煙霧 那這樣連起來 那之後呢 就放一隻人仔上去 那這個位置呢 就看到它的腳 這個最底部 和這個神筋的嘴 是在一起的 來到最後一件物品 就是這隻駝標 那這隻駝標 不用問都知道 就是Peter Pan 那這裡呢 大家都可以看到 有Peter Pan 一眾人在這 在駝標上面 那個時間 也是這個羅馬數字 那之後呢 這個駝標 就有一個扣在上面 周圍都是金色的 那後面呢 就看到這個鐵碑船 這隻手啊 那很幸運啦 我之前呢 也有這個鐵碑船長的人仔 那我趁這個機會呢 就和大家一起介紹一下吧 那這個鐵碑船長的人仔呢 就是有一把金色的劍 那還有呢 它的鐵碑當然也有了 那頂帽呢 它的頭髮零件呢 也是非常之大件的 那因為那頂帽呢 本身也是很大頂的 那頂帽呢 那頂帽呢 和頭髮是連起來的 那頂帽呢 那頂帽呢 那這些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那那頂帽呢 那它只有一塊臉的 那就是這個 那頂帽呢 那這個錢不少得非常之艱的樣子 那它的衣服呢 那整個都是紅色的啦 那呢 那在折賣的地方呢 就有一條金邊在那裡 那裡的 非常之有型 那這裡呢 那這裡呢 也有一個啡色的帶 那就是那條帶來的 那這個後面呢 那後面呢 那也有兩個金色的波波 那整個小人仔呢 大概就是這樣 那這次介紹呢 就來到這裡了 那這盒呢 它的價錢呢 就是1079元港幣的 那我覺得呢 是非常之貴的啦 但是 無可奈何我想儲這些人仔啦 那因為呢 都是這次 四隻人仔呢 都是第一次推出的 那我覺得 沒有不買的理由 即情 那它擺設來說呢 都是很好看啦 那因為之前呢 黑魔後呢 已經是之前的人仔包出了啦 那不過呢 那這套衣服呢 都是不同了的 而我也是覺得好看了啦 所以我也覺得 OK的 貴得來呢 也算是順番膽氣啦 沒有貴 買完之後呢 有些不舒服的感覺啦 好啦 那這次這條影片呢 就到這裡啦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呢 就記得LIKE、SHARE 和留言 如果記得訂閱這個頻道的話呢 就記得訂閱這個頻道啦 如果想第一時間 收到我出片的資訊的話呢 就記得按訂閱的鈴鐺 在這邊再見啦 拜拜